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导出对香港管治班子的期望 包括年轻人可以告别住房难问题 回看香港目前情况 楼价指数正逼近历史新高 青衣纳米新盘尺价开出令人诈舌的两万元 密个安身之所仍然遥不可及 无疑住房难问题 确实是香港者繁华都市的痛 已任职物流业接近十年的压然 自小无心向学的他 中学一毕业就到物流公司工作 深信有手有脚 肯拨肯挨就有出头天 月薪由最初入行时的万多元 逐步加至1.8万元左右 加上加班钱的话也有两万元 每一分钱都是靠体力劳动所得 但置业的梦却越来越远 压然表示 因为家中空间非常小 所以一直很渴望自己搬出来住 但外于收入不高 几年前在屯门租了一间劏房 当时月租约5000元 为因环境非常恶劣 被逼搬到同区一个100多尺的单位内 月租约7000元 他透露 年同交家用 水电等集费支出 每月收入至少无了一半以上 如果扣除平日洗费 剩到几千元都要偷销 压然曾经想过买楼 区内最平私楼大约300余万元 不过 他储钱当年 积蓄只有20多万元 每月收入又无法通过银行的压力测试 看好盘都无法入市 他强调 自己不是没有尝试努力储钱 但任凭他每日带饭盒上班 减少娱乐 不断加班也好 每月最多都是存到5000至6000元 他也想不明白 到底还要多努力才可以摆脱的人离下的命运 近年流价升幅越来越夸张 比他储钱快得多 加上疫情下公司更全体员工动身 即使博到尽也不一定升职加薪 业主每家一口价就几十万起跳 点追遮 绝望之情日于言表 他最终选择佛系储钱 放弃节衣缩食 开始跟朋友出去吃喝玩乐 甚至迷上无形和电玩等最花钱的兴趣 把之前的压益完全释放出来 阿然指 自己年年都有抽居屋 但就年年都抽不忠 不过他认为居屋就是他最后的上车希望 依然会每年都花几百元申请费去到 新居屋抽签 当自己抽六合彩 直言如果支签生性点 自己或者再有生之年会抽到居屋上车 言语奸隐含对政府防策的不满和埋怨 以及对命运的无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